这个男人一天要蹲八万次厕所, 可却从来不擦一次屁股, 只见他把省下来的侧纸捏成球, 随后又涂上强力胶水, 等到纸球扒成干后, 再裹上一层薄薄的纸巾, 双手就那么用力压, 一个粤浴钥匙就算做好了。 当玉瑾过来送饭时, 男人趁玉瑾不注意, 将纸球塞进门栓的洞里, 然而这只是他粤浴的第一步, 为了能够得到牢门的密码, 男人又将牛奶盒子采取, 撕下最里面的那层薄膜, 趁着外出放松的时候, 他将薄膜贴在密码锁上, 通过玉瑾留下的指纹, 男人很快就推测出了牢房的密码, 根据外面的脚步声, 男人又计算出两人在换班时, 总会跑到外面偷懒15分钟, 于是男人利用这个空隙, 上演了一出金蝉脱鞘的把戏, 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逃亡时间, 男人直接来到监控室, 修改了自己牢房里的监控录像, 做完这一切后他爬上了通风管, 与此同时玉瑾也正好回来, 看到空无一人的牢房, 他们赶紧按下报警装置, 另一边男人也爬到了管道镜头, 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震惊,